相对比云南贵州广西这些非常著名的旅游省份来说 广东省的旅游业一直都显得比较低调 甚至很多地方都不怎么出名 但是如果说你仔细去品味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值得去游玩的 那么今天峻谷就来到了中山市的南朗镇 这里是翠亨古村 也是孙中山先生故居的所在地 我们走进去看一看 这里就是孙中山故旅游区的景区示意图 看这个图片里面非常大 可能要逛半天才能够逛得完 这里也是一个5A景区 刚刚那是平山门证在那里免费登记购票 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进入大门后不远处就可以看到一块牌匾 上面是有6个字 中山故居公园 这是在1959年8月份的时候 宋庆林为这座纪念馆写的6个字 那么每个字都是包含了妻子对丈夫的情感以及思念 走到这里就可以看到一座红色的两层阳楼 那么这里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了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过来这里敬仰 而且这个景点是全年无休的 在故居的右手边是有一口水井 这里原先是有一座宽四米长八米的房子 在1866年11月12日的时候 一位平凡的母亲就在这里生嫁了一位伟人 到1913年的时候这座房子被拆除了 在故居的左手边有一棵酸子树 这棵树是在1883年的时候 17岁的孙中山在檀香山带回来的种子 并亲手种在这里 那么这棵树在1931年的时候就被台风给刮倒了 最后就长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它依然是顽强生长自强不息 它就像是伟人给我们后代人一点警示 人生又何尝不像这棵树 要经历过战风斗鱼 才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强大 这座孙中山谷局里面是不可以拍照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表面是一座非常 具有西式风范的小洋楼 但是走进里面却发现 是非常传统的中山民居 里面也是摆放着很多孙中山先生以前用过的家具 床还有浴缸等等 一切都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摆放着 在孙中山谷局的后面就是潮义地 它是洋宅的部分建筑 洋家是以外洋贸易之父 他向朝廷捐纳获得官衔 并占有村中大部分的土地 是村中的富豪家庭 新房是岭南地区传统结婚新房的布置 在婚嫁的时候新娘带着嫁妆坐着花轿来到南家 墙上挂的是贺帐又叫做喜帐 是亲朋好友送来的贺礼 昏床旁还挂着钱箭 是用铜钱编制而成 是用于辟邪用的 庚楼是过去村民为打庚防盗而设置的 孙中山的父亲就曾在村中当过庚夫 孙中山17岁的时候从檀香山回乡 就曾倡议改革乡镇组织青年巡逻房盗 这是一个豆腐制作的家庭 豆腐作坊 销售店铺 以及家庭生活都整合在这个房间里面 这一座房子原先是路姓人家的 现在用来模拟孙中山出生的祖屋 童年的孙中山就曾在近似的家境中生活 孙家租庚务农年幼的孙中山 便要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 贫寒的童年生活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是一家药铺 原先是阳性人家的房子 现在不至常过去销售中药材和中医看诊的药铺 这里有一栋80年代的房子 里面是放着黑白电视 还有缝纫机 以及老式的冰箱 非常有怀旧的感觉 这里有一间杂货店 里面是摆放着很多以前的商品 还有以前我们小时候吃过的糖果 我记得小时候就曾经在一家类似的理发店 剪过头发 这里一切都是非常老的物件 这里有一面豪壳墙 用豪壳做墙壁是有两层含义 因为豪壳的豪字跟富豪的豪是相通 所以它是孕育者生活富足的意思 那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用这个豪壳 可以更好的去防盗 因为在过去这个盗肥比较多 就怕别人家去翻越你家的院子 进去里面偷东西 因为这个豪壳用手一掰 它可能会掉下来会产生声音 那么主人就听到了 现在俊谷是来到了南朗镇的雅口村 这里背山面海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 是一个得天独厚的鱼米之乡 同时这里也是咸淡水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它这里产出的海鲜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现在是三月份春暖花开云淡风轻 走在雅口村的村道上吹着微微的海风 感受着大海的温暖 此时的心境可以说是豁然开朗 刚刚一路开车过来 就发现这个村道上面有很多吃包仔饭 或者是吃海鲜的 等一下我们去完茶冬村之后 晚上回来吃一顿 走吧 茶冬村最出名的就是这座城市宗祠 它虽然没有广州的陈家祠规模那么大 也没有那么豪华 但是它的历史却早于广州的陈家祠 它到现在已经是有400多年的历史 它是建于明朝的中期 它的占地面积是有2500多平方米 而建筑面积就有1500多平方米 而电视剧破冰行动就曾在这里取景 走进这个城市宗祠 发现里面规模确实是非常大 而且每一个细节都是装饰得非常的漂亮 在古代一个家族的宗祠越豪华越大 它家的这个社会地位就越高 这座城市宗祠 它是三进三间砖木结构 印山顶龙船级霍尔山墙 是一座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古建筑 它整个建筑群是包括了城市宗祠 礼仁祖家庙 共三城公祠 晋西城公祠 四座建筑 这边是摆放整齐的桌椅 你看这里是他们的家风学堂 这边还有他们的家风展览 全部都是 我们又回到亚口树了 这里一路都是吃海鲜的 那就这一家吧 现在才五点钟了 所以还不是很多人了 欢迎光临 你好 两位 有没有看河边的 没啊 从河边来河边去吧 好 哇 这个餐厅特别大 起码有上百桌 我们就坐河边吧 这个位置不错 又可以看到河景 你好 怎么餐 全部都是煎火的 河虾 本达三号 盐国花楼一间多少钱 盐国花楼一间 到108 鱼鴿呢两只 32万一只 本达三号 哦 OK 这里虽然是海鲜餐厅 但是同样可以吃到河鲜了 我们就点了这个河虾 这个河虾比起海虾要更加鲜甜一点 非常的鲜甜 在这个时候吃河虾呢 还有这种虾膏 像这个这么小的直接一口焖掉吧 嗯 以前我们都是吃白酌花螺 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鲜 而这一次我们是特意点了这种盐菊的 所以它的味道就显得更加咸香一点 哇 生蚝相当肥美 他们这里的生蚝没有放辣椒 只是放了蒜油还有葱 吃起来就非常的原汁原味 这个就是中山非常出名的烤鲜鲜 真的是没有一只鲜子可以活着飞出中山 既然是把它烤了 我们就把它给吃掉吧 那这个就是它最好的归宿 这个烤鲜鲜的肉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肥肉的 里面都是瘦的 然后吃起来呢 口感就是非常的香脆 我们今天总共是点了四个菜 一共是274 坐在河边吹着风 看着渔船从这里经过 在这里吃海鲜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好吧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就今天试试见